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 近期河南安徽等地仍有较强降雨 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与普通上班族而言 也就多带一把伞的事 但对于农民而言 这却是关系到放晚的事 当下正值麦子成熟即将收割 如果连续下雨 势必会影响麦子收割 如此也就影响农民的收成 都说种地这事重在人 收靠天 一旦天工不做美 一年的辛苦劳作可能就颗粒无收了 在投入大量精力汗水和财力后 最后却一无所获 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一旦到小麦收割的季节 会有其他地方的收割机跨区作业 来需要的地方作业 帮农民及时收割麦子 确保熟麦都能入仓 令人遗憾的是 今年南洋第一连有点不顺利 自然原因是降雨对小麦收割产生很大影响 认为原因就是收割机不让下高速 天气原因不必赘述 这是无法改变 但人为原因就让人很气愤 那就是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不让下高速 原因就是那些运输收割机的车辆 要么没有跨区作业证 要么车辆的长宽高 车货总重不符合要求 也就是说 不管哪一项不符合规定都不能给免高速费 这就让收割机老板不爽 因为原本收割机和插阳机等农机具跨区作业 是可以免交过路费的 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可以走的 这都上高速了却不让下 这不是为难人吗 再说了 当下是抢收的关键时期 卖书一想虎口夺梁 是庄家人都知道的道理 一旦麦子熟了 没能及时收割 加上这个时期天气多变 一旦遇到大风 暴雨或者冰雹等 会使小麦倒幅 落力 碎上发芽 烂麦场等情况 进而致使严重减产 甚至无产 农民都心急如焚 当地的收割机 肯定是无法满足当地需求 急需跨区作业的收割机 来帮忙收割 收割机机主同样希望 能尽快赶到熟卖区作业 既能纾困 还能获得劳动所得 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吗 可偏偏在高速上遭遇了被堵被卡 一辆辆运输车辆排成长龙 被迫停在收费口 想瞎瞎步了 不是被告知没跨区作业证 就是被告知车辆的四值不达标 还有是证件齐全 四值达标也不让下高速 因为还缺了另一个证 具体哪个证咱也不知道 因为不能下高速 有机主直接改走其他道路 用慢速确必达的方式去网作业填 因为网络的推动并发酵 这件事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相关部门紧急安排 关于拉运收割机车辆超高 不让下高速的问题 安排人员务必在高速收费站对接 要求无条件保证下站 河南邓州领导也亲自到高速现场服务区 找车帮助农民抢收小麦 但这一切似乎来得有点迟 至少比降雨来得慢 大雨先人一步 将还未来得及收割的小麦交个透 雨大的地方 成熟的小麦已然泡在水里 全然没有宣传画上的金黄颜色 更没有挺拔自信的神采 一个个搭拉着脑袋 颜色苍白 磅佛风一吹就要躺进积水中 也有不甘心执意要收卖入仓的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这片熟麦再不收就要变黑了 接着就是发芽 所以有人冒雨作业 人和机器在满是积水的地里艰难前行 在水的粘河下被包下的麦子粘成一团 堵在出口艰难排出 所以有人就问了 前些日子里歌颂河南麦田治愈的相关媒体 大雨之下河南的麦田还治愈吗 对那些衣食无忧 看烙宝说福利丰厚的人来讲 这个季节下雨不冷不热 还带着一些浪漫和优美 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而言 这个时候下雨下的是心酸和泪水 种地不赚钱 但依旧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在田间地头劳作 经年累月面朝黄土被朝天刨石 哪怕在当下一斤麦子还不如一瓶水贵的情况下 依旧有人将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依旧不舍得浪费每一粒麦子 如果不是高速上的一纸禁令 不是因为那么多收割机被堵被卡不让下高速 可能受灾的麦子不会这么多 因下雨无法收割 只能看着麦子烂在地里 而痛心疾首的农民也会更少一些 这个问题早在22日就有人发出 但直到最近几天才被重视和解决 这期间已经耽误了好几天 那这部分的损失该怎么算呢 现如今河南的一些地区仍旧在下雨 一些已经抵达的收割机因为无法作业 若天气迟迟不放晴 可能他们也要转移地点 去往能作业的地区 当下对于一些人而言 收割机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 问题是那些已经发黑发芽的麦子 该怎么处理 有没有相关部门做出一些行动 来最大限度地挽救农民的损失呢 农民太难了 他们的苦和难 应该被看到 被关注 被关心 看新闻就对了 今年丰收 产量再创新高 农夫心内如汤主 公子王孙把善咬 躁念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这个频道请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订阅